今天的OOTD 然後早上媽媽要請朋友來去早餐 在做早餐中 我就負責拿東西拿去飯好 有一些水果 然後等下還可以搭配酸奶 他們這邊的酸奶就是像優格的東西 早餐好了 有蛋、培根、水果 然後等下客人就要來了 現在就是要去剪頭髮 想說修一下 不然頭髮太長 可能修到這邊 然後 外面的天氣還不錯 至少是涼快 不是已經過夏天 現在已經要開始入秋了 所以就穿了一件 包長袖 然後配一個短褲 That's go 剪完頭髮了 剛去旁邊這一間見 他是在那個靖安寺 然後有一個叫精品商場的裡面 常常長這樣 還蠻大一個 然後 剪短剪短超多 剪這樣大概是150塊人民幣 你覺得又好看嗎 非常普通 非常普通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在這附近 晃晃 然後看晚上要吃什麼 這邊就是 上海很有名的 網紅打卡點 就是很多人會在這邊拍抖音啊 拍一些視頻什麼的 就是這條路叫安福路 超級紅 很多人會拿單眼在這邊拍 然後這邊的人潮也特別多 就是這條馬路 網紅打卡點 出大片的點 這邊也超級適合拍照 就是這邊這一條是我平常很喜歡來逛的街道 好到家 剛剛在外面就是 和我媽晃了很久 然後已經換好眼睛 然後剛好在路上的時候 我就已經把外賣點好了也 送到了 這是我的晚餐 沙拉的部分 然後就等下就是 看劇 對 然後可能 吃完飯以後 然後再來 撿個拼天的 OOTD 就是也是一個大廚 然後配一個 保長梯跟 牛仔褲 然後帶一個帽 因為今天要去 教會 今天是禮拜天 然後去教會做禮拜 我是第一次在這邊的教會做禮拜 然後想說 去他們實體的 教會去看看 我們剛剛抵達了 就是位於上海的一間叫做國際禮拜堂的教會 結果他竟然沒有開門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決定先去餐廳吃飯 這區也是我很喜歡這一區 傻眼 結果我們走到了 他竟然沒有開門 他已經關了 一家非常知名的 對 他原本是一間就是 有點算是網紅店 然後他在星天地也有開一家 結果他竟然關門了 天啊 蛤 好難過喔 好多店都關了 對啊 可能因為疫情的關係 很多店都關門 所以我們現在趕快臨時找一家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就先 看附近有什麼餐廳 先找餐廳 新的地點 我們找到一間餐廳 最近也是我媽媽很喜歡的一間餐廳 但是他有開很多分店 然後這一間橫山路的分店 是我們第一次來 也蠻漂亮的 就是 衙門 全開 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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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嗨 好吃 完食 因為就是有很多的人進來 這間是真的蠻好吃的 然後在這邊也有一些分店 那我們第一次來這一間 因為這間每次都要定位 就很難定 來這邊的話會建議 就是先訂那個奧川的自己 這邊的view很美 我媽超喜歡吃他們家的甜點 可是他們家的甜點是真的很好吃 然後他們家的麵包也超好吃 可以拿著 就是女生的天堂 就是 只有一層 發肥日常 它就是 對 只有那麼一層 然後下面是慕斯 然後最下面是品嘎 換到了奧川的日子 換到了奧川的日子 這個位置超棒 然後今天天氣超好 所以我現在在這邊就是剪片 然後 他就在旁邊做他的事情陪我 準備好看嗎 我們現在已經在這邊結了一下屋子 然後我們來你們在旁邊探紙背貨 剪了大概有15分鐘 就是我們剛剛在這邊坐的經過 然後前面就有很多人會拿著那種很專業的扮演 或者是擂擔在這邊攝影 然後剛才還有人在拍那個婚紗照 所以這條截肢真的蠻有名的 然後這間咖啡廳真的很推薦大家來 就是點貝卡牌 然後在這邊坐一下午朝前 剛才我們才從咖啡廳出來 然後現在在路上晃一晃想說走回家 現在路上人非常多 沿路都是王后 回到家了 剛差不多走了四五十分鐘吧 非常的 勞累 然後 天氣真的很好 真是家裡 看著月日 然後呢 就我剛在回來的途中 我已經叫好我的沙拉了 我晚上吃沙拉 然後呢 這個是 我去淘寶上面買的 就是 嚼蛋白 我看網路上說就是 很有用 希望是 真的 我想說晚上要來 試一試 我現在要來做 氣泡水 這個是簡易版的氣泡水機 反正就是 加水到上面有一條線 就加到這個線上 好 差不多到這條線上以後呢 就 把它蓋起來 然後他們有這個就是 蛋器 就 塞進去 然後 轉緊 然後 這邊會 開始 製作大概 簡單等個 30秒左右吧 就可以炸開 就在裡面 就是滿滿的氣泡水 非常方便 然後我記得這個在淘寶上面也超便宜的 好了以後就可以喝了 然後我麻煩用花 這個是他從網上買的 雲南機過來 雲南機 然後他說 這樣一盆很便宜 反正他就很想搞一些 草花草草的東西 有情調的名字 然後 然後這個是我媽點的這個雞肉的 餐 他很喜歡吃這個炒雞 然後我吃的是沙拉 配上我剛才做的吃泡水 然後天已經要黑了 然後我甜點 這個是今天去那個夏朵買的 一個是起司 一個是巧克力 好 開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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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